我們今天要講這個 英國的漫畫 就是1770年到1830年 為什麼要選擇這個? 我們其實是根據一個福克斯 就Edward Foucault 這個是德籍的一個漫畫家 他在這個20世紀初的時候 就是1902年出了一本 《渦州漫畫史》 那經過一百多年以後 中國這個北京商務才在去年 將他翻譯出來 那這個書分成幾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說從古代到1770年 那再來的話就是1700年到1830年 各位這個英國就有一個這個 我叫Foucault Foucault先生 他就是首創的 對於社會的 這個宏志漫畫 這個是相當的 相當的獨特 那他們的資料有非常多 都值得來好好來做他 那我選擇從這個 18 對不起 那個1770年到1830年之間 的目的是要這個 有一個系列要談這個化國革命 化國革命 這個卡拉雅的化國革命史 這個迪肯斯的這個雙層記 還有很多這個 關於化國革命這一段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先講這個 先把英國的部分 先把它講一下 那各位我們 在我們那個漢清講堂這個系列裡面 我們有談過 至少談過兩個 第一 跟漫畫有關的主題 一個就是 胡適之先生以十四漫畫 十四畫 其實就是漫畫 政治的漫畫 這個是在胡適之先生的日記裡面 留寫日記裡面 他在1910年左右 到17年的日記裡面 因為有這個 美國的總統大選等等 他在那邊看了很多報紙 那所謂看了很多報紙 是包括主要是美國的報紙 還有英國的報紙 甚至有些德國的報紙 那他們都是有這個漫畫的 那胡適之先生的話 就有一個很好的習慣 都把它撿起來 那甚至後來的時候 還把它排列起來 做一個 做一個這個 解釋 就是說這張漫畫 那下面簡單的文字解釋 這些都是在他的 他的這個留學日記裡面 那還有我們特別專輯 做一個 法國的藝術家 就是Douillet 就是19世紀初 那這個是世界有名的 這個漫畫大師 這個 歐洲漫畫史 去年好像出版 這個上下色 算是蠻厚的 那各位可以看 就是說 在16、17世紀的時候 他們的漫畫 就已經是彩色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迪肯斯的這個小說的插圖 雖然大部分都是黑白的 他的演稿可能是彩色的 那Focus這個 這個先生是一個 到194年才過世 所以他在1902年出這一套書 那他在中文的話 還有另外一本這個 範譯 叫做情色 情色藝術署 這個是關於人家講 古往今來的一些關於情色方面的一些東西 那 這個在Water Benjamin有一篇文章 在介紹這個 這個Focus 這個作者 算是一篇很重要的論文 各位可以去看一看 那我們今天就從這個漫畫來著手 這個Focus是一個總派的 那個Focus主義的這個 所以他非常重視這些漫畫中 政治方面的漫畫 那政治方面的話 就是 福士先生所謂的時事漫畫 就是報紙裡面 那這個隆起漫漫漫漫漫漫漫的 報紙在轉到這個社會 再轉到這個流行等等 漫畫的話就是 就是越來越多樣 越來越解放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就是英國在177年年到80年 那那個段時間裡面 非常多的優秀的漫畫家 不要讓大家非常的 對這麼多的名字 非常困惑 我們集中目標大部分都講一個 那這個只是做一個代表性的 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我們也說我們集中在 177年年到183年年 第2部分的第15章 跟第16章 我們非常佩服說 他在20世紀初的時候 就產生了這個著作 所以我們受他的啟花 其實今天要講的東西 也參考其他的蠻多的資料 我們說這個 英國有一個叫Wayden Fogas 1697年到1764年 就在我們講的這個之前 那非常有名 他是第一個 名揚於這個世界的英國的 這個漫畫家 插畫家 藝術家 這個各位可以看一看 那他有很多關於這個 當時的生活 當時的生活究竟是怎麼樣 譬如說他有一部是 讓子回頭 就專門在講一個讓子的 這一生的故事 Rekers Progress 讓子回頭的故事 1770年到183年之間 英國還有好幾個 很有名的插畫家 目標 潔淨在George Christian 他是 他是1792年到1878年 哇他活了很久 那譴責他 有一個做代表 又妹也是 他是一個著名的書籍插畫家 那開始的時候 對政治 那對社會也都有這個諷刺 那他個人來講也是非常獨特的 因為在這個英國 他過世的時候 1878年的時候 英國著名的這個漫畫雜誌 周刊叫做Punch 那Punch的話 給他寫著複文 這個寫著真棒 其實獲人的研究 我們這個George Chris Schenk這個先生 其實很特別 他是一個酒鬼 所以他後期的時候 也有在英國也是一個喝酒 醉酒醉得很嚴重的 他也是煩這個東西 突然在寫 可是他本身來講他自己就是 那他有結過婚 這個婚姻都是 像維多利亞時代的這個理想的婚姻一樣 就跟那個第一任太太結婚完 到他過世以後 在第二任也是到過世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等到他要過世的時候 婚遺產 那個遺產裡面 大家在發現 哇 他跟他的那個女僕 那就住在他家附近而已 生了十一個小孩子 哈哈 所以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George 這個是很妙的一個人 他也是一個 這個有一點這個 有一點 Ego 就是自我也是很大的人 譬如說他就跟蒂耿斯吵架 他說蒂耿斯的那個 Oliver Twister 那個Gustle 啊 啊 是我 跟他說的啊 他才會寫小說啊 所以他的漫畫 就是他的漫畫寫得特別的這個 這個感動人啊 那他最好玩的一個東西就是說 這個他早期出道的時候 就做很多正式漫畫 那都在攻擊英國的皇室 那你知道這個 這個英國的皇室也是 很有意思啦 後來就把他收買了 就是給他一些錢 又不要隨便畫來 把皇上這個來消遣 畫來消遣 他應該是被收買啦 他的這個父親啊 叫做Isaac 是1764年到1811年 他父親也是一個畫家 我們等一下給哥看一張他的這個 他們都是四個男的 就是四個男的 那他的哥哥啊 Robert也是一個畫家 他們兄弟啊 George跟Robert 這是一張他父親的漫畫 就是各位看看他父親 是在1811年才過世嘛 那1817192年的時候 畫國有大革命 那畫國的大革命一個 最標準的一個 symbol 就是斷頭台 所以他父親畫的這個漫畫 都是用斷頭台來這個 來這個 來抓住這個時代的要點 九世紀出的時候 拿破仁當道 前歐洲都過去跟他從 都過去跟他這個敬禮啊 那那個拿破仁是很那個 對他們都很不客氣的 那這是一張 那他是一個 寫一個就是說 英國的這個貴夫人 那各位看看他手上啊 拿著是一個這個傀儡 那這個是一個 正式的哄詩漫畫 意思就是說 英國當時啊 檯面上的很多的 這個男性的這個政治人物啊 其實背後都是由這個女性啊 啊 所操弄的 那 那 George的話 他這個 我們中文翻譯成 從喬治啊 克魯克相克啊 那當然我主要的是 參考的一本書啊 叫做 George Crieve Shanker Islamic and London 跟倫敦啊 那這個他們的父子啊 都已經是從蘇格蘭移基到倫敦啊 那倫敦的話 當然就是 各位 這一段時間裡面就是 這個 英國的文明頂善啊 所以 Samuel Johnson的話就講說 隨便見的倫敦啊 那人生就沒什麼 太大的樂趣了 對不對 倫敦就很好玩的 那時候啊 大家都在這個 喜歡在park裡面喝酒 或者喝茶 或者喝咖啡 然後這個 一直這個有很多的 自己聚會 聊天 聊人高興 那這個的話 大概是這一本 我參考的這一本書啊 那時候的人都戴著高帽 那時候已經有很多時尚 就是Fashion啊 這個衣服啊什麼 都很不大一樣 那有 外面有公共的 有大的遊樂場等等啊 所以他寫了很多 所以說人家就講說 他跟這個 英國的這個 社會的進步情形啊 風風衣結石啊 這個 還有這些 東西是有密切相關的 我們來看一看這一張 這一張圖啊 仔細的看的話就是說 一個藝術家 跟他的 很多的這個 他創造出來的 這個 角色啊 都是 都把他變成畫的話 是怎麼樣 只有這個一個藏壽的漫畫家 漫畫家也要創造很多的這個 因為隨著他做插畫裡面 也創造很多的角色 那當然像 迪根斯的話也非常多的 小說裡面非常多的人 現在都是 都是在 在英文的世界裡面 都是流傳很廣的 很廣的 很廣的 所以說他就是講說 一個藝術家 那旁邊的話都是一些 小小的這個 他創造出來的角色啊 被他們所圍繞 那在一個漫畫裡面啊 就是在這個時期裡面的漫畫 另外一個主軸就是 紅術 紅刺 Satire Satire 那這個東西的話 又牽涉到文字跟這個文化 各位我們這一張裡面就是英國 左邊的話是英國的 英國的這個 這個這段時間裡面的一個 紅刺的漫畫 可以看一看那個 右邊的這個是畫國的 啊 畫國的這個 這個 頭跟尾啊 把它顛倒過來 又是另外一張漫畫 這個是畫國的 這個 將心啊 我們來談一下 這個 Joshi裡面畫了一張 畫了一張這個 三個這個 這個等於說 頑固地址 畫了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很特殊啊 兩個 兩個人啊 一個在唱歌 一個在彈琴 那 第三個人啊 站著 可是他是背對著 後面的這個鏡子 那各位 這個我說 這個 紅刺漫畫的 很困難的地方在 要完全了解的話 其實要非常的仔細 那各位 我們給各位看到的 這一張 這一張圖裡面啊 右邊的話 那個牆上啊 有一幅 右邊是兩谷土 那最底下的話 各位可以看出來 就是 Nasis 就是說這個 那個 西方 那個西大神話裡面的 這個 這個 自戀啊 對著這個水面中的自己 這個自戀的一個 一個男士 這個 這個 那左邊的是兩個 女士的畫像 那最底下的話 有個字啊 一般的這個在 現在我們在看的那個畫面啊 看不到他裡面寫的一個字 其實他後面寫的一個就是 他其實是寫的一個希臘的 希臘的一種女神 所以這兩個男女啊 其實都是 用這個 這個希臘的神話 來代表 那 以前我也都沒有注意到這個東西 那是這本書啊 把這一張圖啊 拿來當作是 比較特別的就是整頁 這樣來映照 我仔細看的話 還知道說 那上面有兩個 兩個這個希臘神話中的故事 一個是 一個是男的這個神 一個是你的 男的是自我 自我很這個 那有一個你的是一樣 一樣 這是都是 所以意思就是各位看到 這個是一種這個 借古紅金啊 然後古金合在一起的一張漫畫 你看各位 因為那裡面啊 這個家裡面家境很好 所以那個 那個沙發椅上有狗 狗 然後那個 家系的這個 這個 這個 design的 pattern 都是一些有錢人 可以看出來 那我只是 就是擠這一張例子 各位看這一張彩色的話 擠這一張例子的話 就是說我們 我們要非常小心的啊 其實它這個細節有很多的很多的東西啊 那George的話還畫一個 就是說畫的這一張圖啊 就是這個很大的犧牲 超級大的犧牲 那各位看一看啊 就是說這個是當時的工業狀況 所謂就是血漢工廠 所謂的這個血漢工廠 各位他說這個以前做衣服的話 那個右邊的話 是你到服裝店去買衣服 然後他把那個三分之 後面的那服裝店的那個簾子 後面的三分之二的空間啊 其實在講說 哇很多人啊 這些衣服是很多人 紅紅字字啊 才這樣子 用工業化 用外包的方式啊 才能夠成就你的這一套衣服 這個是血漢工廠 各位這個當時的話就是類似的狀況 我們都知道這個蒂根斯 小孩子的時候 在那個在那個建議裡面 這個工作啊 那個那個血友啊 等等啊 就是類似一樣 這個然後當時很多 其實英國的話 那個那個平民的兒童 我們都受到很大的這個剝削 以及壓迫啊 這個這個大概是 給各位來看一看說 當時的這個時代氣氛是 是是是是怎麼樣的啊 所以我給你看看 上層的剛剛來講 三個這個頑固地址 下層的話就是血漢工廠 那這是很典型的一種這個作法 那這裡面啊 我們啊 我們有講說這個 他對舊齊諷刺的這個皇上啊 那皇上啊用一百英磅 把他收買了 叫他以後不要這個 因為這幾個舊齊 也是一樣舊齊那個 名字叫舊齊的這個皇上啊 他們父子都是都是很喜歡吃的 所以都吃的微微胖胖的 他精神也有點狀況 這個Oliver Twister裡面 最有名的就是 這一張漫畫啊 就是啊 Please sir, I want some more 各位給了那個Oliver的話 就是用喝那個粥啊 他喝吃不飽 希望吃的多一點 那各位看看 我們通常看到的啊 就是這張這個彩色的圖 實際上的話 這張黑白的圖畫 實際上這個圓板的話是彩色的啊 彩色的可以給各位比較一下 比較一下 那這個是一個代表 那這個 這一本是那個George幫幫一本這個 從那個沒有背影的人 這個是從德國歡迎過來的中篇小說啊 做了一個這個 真本書的插畫 那再來的話就是當時的時尚啊 譬如說他們的帽子等等 那風一吹 整個帽子都飄起來 或者傘也被吹走了 所以他有人就 有一篇 他就弄了一篇這個叫做 唯一個有生命危險的時尚 那不管是女士的傘或者是那帽子 都可能被風吹走啊 然後那個 那當時的話 女士為了要 要讓那個男士啊 在舞會裡面啊 不要隨便靠近啊 那個 那個群 那個 那個群啊 一座 那裡面框一座也大 終於 寄了你一千里之外啊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 所謂的新的改革構的工廠 畫了一下 我們認為他們做了一些改革 這個叫威廉 伊爾米斯1811年的時候畫的 你看1811年的時候就已經有那個 有那個空氣 那個空氣球在空中裡面 大家 大家就在那邊 這個 這個 這個歡樂 慶典 這個 這個救急啊 畫了很多 跟社會相關的 那當時的 倫敦的 泰姆士河 兩旁啊 都很多這個 違章建築 窮人都住在那裡 他 他畫的畫的出來 所以他的社會百代 拿破人雖然沒有打後來 這個 渡過英文海峽 不過其實給英國 有相當大的這個壓力 所以英國很多漫畫都是在 都是在消遣這個 在紙面上消遣 消遣這個拿破人 他們叫 稱他叫做 拿破人叫做 波尼 簡單的 這是1814年的一張 就是說 把你刺死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都是一切一切在罵這個拿破人的 這個是英國 英國有非常多的這種東西 是 我來自然的 是 我來自然的 我來自然的 是 我來自然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ith men such as you our cause could not be lost. But the war would have been interminable. It would have been civil war, and that would have entailed deeper misfortunes on France. I have sacrificed all of my interests to those of the country. I go, but you, my friends, will continue to serve France. Her happiness was my only thought. It will still be the object of my wishes. Do not regret my fate. If I have consented to survive, it is to serve your glory. I intend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chievements we have performed together. Adieu, my friends. Would I could press you all to my heart. 所以说这个门话,当时的话你要对当时的一些时事,当时国际的情势,时事的话了解才容易了解它这个东西。 这个拿破仑的鞋子,那各位因为拿破仑并吞了这个西班牙,那后来威应吞又去解放的西班牙等等。 所以说用西班牙把它比例成一个拿破仑的鞋子,然后说要把它穿进去里面,大的腿里面穿进去小小的这个东西。很困难的。很困难的。 那这些都是揭开的历史的新页,这些漫画家是不会轻易的把它放开,放开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o more sailing No more Oh no more sailing